大家好,欢迎来到Klagmao,今天我们将关注到的是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报道,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边界 并没有看到几周以来众多媒体和政客们所谓的大型俄罗斯阅兵仪式 记者看到,在边境一共有三处军事基地,并且也只进行了很少的活动 俄罗斯边境附近村庄内,气氛轻松 俄罗斯人希望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一位在乌克兰生活的当地人向SNJ编辑部举报 互联网上一则视频证明了位于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所谓的俄军军事演习行动 但是该视频呈现的更多是高加索地区,而不是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很明显,这是以往俄军军事演习单位的图像 与此同时,众所周知,北约在这个过程中却不断往东欧增派自己的海陆空军 一位北约的知情人提到,北约在波罗底海形容的战斗机 从下个月开始将会增加两倍 欢迎收看 到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